青石几缕光阴,便是世间美味。 我是啾啾,欢迎来到时光时味。 今天,咱们要来做转化糖浆。 转化糖浆是将这糖利用酸来分解。 在一定的温度下,将它转化为50%的果糖以及50%的葡萄糖。 冷却后糖浆不会再结晶。 转化糖浆多数用在烘焙甜品中。 比如下一期,我们要制作的广式月饼。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让饼皮保持松软,并且能够增强饼皮的着色性。 首先在锅中加入250克清水。 再倒入38克柠檬汁。 您可以使用新鲜柠檬自己挤压果汁。 也可以像我一样,使用这款现成的小瓶装柠檬汁。 这是鲜榨的柠檬汁,而不是柠檬饮料。 接下来,我们小心地倒入一斤白糖。 倒的时候,不要让白糖沾上锅子内壁。 也建议尽量不要搅拌,因为无论是在锅子内壁留下的砂糖,还是粘在勺子上的,都容易使糖浆在此结晶。 如果您一定要搅拌,请动作务必很轻柔。 不要让内壁沾上砂糖。 沾有砂糖的勺子,也不要重新回到锅里。 明白了它的原理,是可以小心地完成搅拌。 接下来,我们开启中大火进行熬制。 当水开冒大泡泡以后,转成中小火。 大约熬到5分钟的时候,检查一下糖浆温度。 当温度停留在摄氏110度到113度之间,糖浆基本上就转化完成了。 这时候可以关火检查一下它的颜色。 接近浅黄色,以及是可以使用在甜品和饮料中。 如果您想要更深的颜色,则开火继续熬制。 我今天想熬成琥珀色。 琥珀色的糖浆拿来制作月饼,成品颜色会非常漂亮。 大约经过了5到10分钟左右,关火看看这个颜色已经是我们需要的。 接下来,我们要在里面加入碱性液体。 准备50克热水。 加入一克苏打粉。 将它们搅拌均匀。 然后倒入糖浆里,混合均匀。 因为苏打粉的缘故,糖浆表面会起层气泡。 将糖浆静置大约1到2小时,气泡就会慢慢消失。 待到糖浆完全晾凉,气泡消失以后,我们就可以来装瓶。 制作好的糖浆需要静置1到2天,让它的性能稳定以后再使用。 当然,它放的时间越久,效果越好。 甚至今年制作的,能放到明年再用也是没有问题。 所以一次可以多做一些。 转化糖浆不仅可以拿来做月饼,也可以制作其他甜品,比如沙奇马,核桃派,灵面慕斯等等。 下一期,我们要来带大家制作广式莲蓉月饼。 赶紧动手熬制一瓶糖浆备用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分享。 我是啾啾,我们下次见。